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明,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 上次我们说到大友家和毛利家展开了最直接的交锋 当时在九州,肥后的龙造寺也想争夺霸权 他们长期与毛利家勾结 那么大友宗林在平定了祝前之后,为了讨伐龙造寺龙信 他就动员了西海道七国,包括祝前、祝后、肥前、肥后、丰前、丰后 还有义与国,五万的大军 郭文1569年1月22日,在祝后国高梁山、吉建岳设置了本镇 包围了龙造寺家的左家城 当时东肥前的神代长梁、马场建州、八户宗阳等各地的豪族 纷纷加入了大友宗林的军队 一时之间,大友军的浩大声势,使得毛利元旧坐立不安 到三月上旬,毛利元旧就动员了山羊四国四万人 从关门海峡、渡海登陆了九州 而后毛利元旧亲自在长府,布阵担任总指挥 三月中旬,毛利家的两川,也就是吉川元春和桥枣川龙井 攻陷了长野市的三月城,开始向博多进军 这就是饱满城的高桥舰种再次叛乱,响应毛利家 4月6日,龙造寺龙信亲率三千骑兵出击 在多福口与大友家的军队发生了激战 起初善战的龙造寺军占了上风 但是后来逐渐被人数众多的大友军压倒 龙信带着必死的觉悟退回城内 然而大友方的吉红剑里,此时在镇中却突然发病 情急之下,大友宗林下令暂停对左家城的攻击 4月15日,毛利军逼近的消息传到了大友宗林的镇中 大友宗林立即与龙造四家讲和 然后回吃住钱 这个时候毛利军正在包围大友方的丽花山城 在得知大友宗林回军的消息之后 已经做好了迎击的布置 毛利家将主力全部集中在丽花山城附近 吉传元春布阵于丽花山北面的水之首 小岛川龙井布阵于城南的山田 肉货龙家在西面的下园 福原真郡在东面的尾棋 吉剑正赖陈军袁上 同时吉川的家臣们分别在丽花山城的周围布阵 毛利军还在各处设置了避障 以及各种的防御设施 由安逸国人众 雄谷信职 香川左卫门文卫 以及背后国人众 求其信警 这些人来进行守备 5月3日山城水尽的丽花山城开城投降 5月5日大友军主力3万人在博多集结 同时封后国的国人众 护刺玄山 护刺宗杰 左博为教 田园亲贤 田北建仲 九楚新建 等等 这些豪祖作为援军几乎是清朝出动 封前 祝后 肥后的国人众也来会师 5月6日大友方的丽花稻雪攻击了常委的毛里军的阵地 拉开了核战的序幕 而后从6日到13日这7日间 两军交锋四次都是胜负未分 18日毛里军四万人渡过了多多凉川 进军松原 此时大友家集结了丽花稻雪 九属建宿 几乎建立的一万五千人 以及封住国人众两万多人 随着丽花稻雪的法罗响起 大友军的长枪队和突击骑兵同时向前推进 首当其冲的就是毛立方的球棋多鹤山队 顿时这两队就陷入危机 经过两员战将的奋勇 才不至于溃散 战斗进入到拉锯阶段 毛立方火枪队的高效率攻击 终于使得大友方出现了败事 此时仍然冷静的丽花稻雪 发现毛立方小岛川队的左翼薄弱 就立即命令自己所真爱的八百名火枪手 朝那个方向集中射击 而后丽花稻雪亲自拔刀杀向了小岛川队 而丽花家其他的家臣也随之拥而上 在遭受了一番猛攻之后 小岛川队向后败退 这个时候大友家其他的这些部队 也都开始了全面进击 一时之间军骨与法罗大作 声势惊天动地 最终毛立家全面向丽花山城方向败退 这就是毛立家与大友家最激烈的多多良宾合战 在激烈的合战之后 双方在筑前各地的作战都进入到一种胶着的状态 这个时候吉刚宗欢 也就是吉刚长僧 向宗林献上了一侧 九月份大友宗林就由高梁山的阵地返回了丰厚本国 回到府邸之后 大友宗林召见了王命大友家多年的 大内辉宏向其托付了这次的齐齐计划 同时大友宗林还给予了辉宏 一封由祖立将军发出的 关于让大内辉宏继任大内家家主的任何状 同月大内辉宏在内的六百名大友士兵 与丰厚水军若林振兴的百艘军船的护卫下 从防长的吉夫郡邱惠府登陆 随后大内家的遗臣 纷纷地加入辉宏 向山口城禁军的队伍 很快这支军队就达到了三千人 并且在十月十二日夺回了高岭城 另一方面 在出云国 尼子家的尼子尼子圣九 由山中路之舰拥立 接受了大友宗林的援助之后 集结了五千人向岳山富田城进军 同一时期 大友友军在若林振兴的指挥下 多次袭击毛里家的补给港和运输线 给毛里家的补给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毛里手下的著名将领 诗川经好 就是在这段时间内 与大友水军的一次海战中战死 收到领内大乱的消息 毛里元旧的表情 只能用恶然一词来形容 当元旧下令 丽花山城附近的集川元春 与小岛川龙井撤退之后 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 今生可能再难有 再次进入九州的机会了 在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 丽花山城周围的毛里军 以集川元春殿后开始撤退 而撤退前夜 毛里阵营内 刻意地将灯火点得通明 让大友方认为营内一直有人 然而这个计谋 却被大友方的情报网提前得知了 当天夜里 大友军就追上了撤退中的毛里军 一战过后 毛里军在明岛滨和小苍金之间 十余里的路上 留下了3491异尸体 值得一提的是 当晚大友方的集红阵信部 杀敌一百多人 表现得极为活跃 毛里家撤退的时候 上位余部留守丽花山城 10月9日 城将宗普圣贵能登开城 大友宗林为了表示 对原旧这个老对手的尊敬 将降降送回到毛里家的领地之内 同月下旬 因为毛里军撤退 而完全丧失斗志的高桥建筑 开城投降 而后拜大友宗林没收了领地 以往封钱小仓 接受祈救一郡 至此 大友家与毛里家的雌雄对决 以大友宗林的完胜而告终 随着北九州完全平定 大友宗林构筑了大友家最大的版图 领有封钱封后 祝钱 祝后 肥钱 肥后 以及一语国的半国 迎来了最鼎盛的时代 国安1570年 大友家继续与毛里家进行作战 而与此同时 大友家与九州新晋崛起的龙道寺家 发生了金山河战 因为之前在和毛里家发生的大战中 龙道寺 龙信 是和毛里研究站在一起 所以当击退了毛里军之后 大友宗林就回过头来 对付龙道寺龙信 公安1570年3月 大友宗林命令他的弟弟 大友亲真为总大将 率领大军侵入到龙道寺市的领地 位于肥钱的藩国 龙道寺军全军只有五千多人 在大友军的绝对兵力优势面前 只能归缩在主城 左家城 坚守不出 大友军很快就包围了左家城 日夜攻打 周围各路豪强 有马士 大村士 纷纷出兵加入战团 支援大友军 企图分一杯羹 大友军的主将大友亲真 将大板营设在左家城西北的金山上 负责居中指挥各路人马 攻防战打了异常的激烈 转眼间大友军围城 已经是五个多月 左家城并非是什么坚固的城堡 在大友军和各路豪强的疯狂攻打下 眼看就要陷落 城内的士气很低 正在龙道四龙信一筹莫展的时候 他的家臣郭导直茂 提出了一个极其冒险的主意 偷袭敌军的大板营 郭导直茂认为 像这样的坚守 左家城的陷落比成定局 到时候只有死过一条 与其这样不如冒死一搏 万一呢 偷袭得手 龙道四军就能够立刻的反叛为胜 立板狂澜 这个建议得到了龙道四龙信的母亲 庆延尼的支持 8月20日天还没亮 郭导直茂就率领着五百人的 齐齐部队偷偷的出城 来到了金山大友联军的总指挥所 汉水中的大友军的将士 对于敌军已经杀到了大板营门外 还仍然不知 原来主将大友亲贞 见左家城旦夕可下 所以就放松了戒心 连大板营外的港哨也疏于不止 这位郭导直茂创造了绝好的战机 龙道四军看见敌人毫无防备 大喜观望 郭导直茂惊奇一挥 杀入了大友军的大板营 睡梦中的大友军突见神兵天将 恍惚之间溃散而逃 大友军受死大败 军勋顿挫 大友宗林无奈 只得和龙道四龙信议和 10月1日大友军全部撤回到祝侯的藩国 金山之战就奠定了龙道四事和大友室 分庭抗礼的局面 从此大友室再也没有能够窥视 九州岛西部诸国 这场战役被誉为九州版的统侠间之战 龙道四龙信也在这场作战中名声大振 被人称之为肥田之雄 在金山战败之后 昏远1576年 大友宗林将家主之位 传给了他的长子大友一统 然后他隐居到了丹生岛城 但是他本人仍然掌握着实权 这时候大友宗林已经皈依了基督教 大友宗林是在42岁的时候接受了洗礼 他的教名叫做唐法兰西斯科 正式成为了基督教的教徒 也在同一时期 九州另外一个大明势力开始崛起 这就是岛金甲 国元1577年 日向的大名伊东伊佑 在木齐园核战中被岛金士打败 引起了伊东崩 伊东伊佑与他的儿子伊东佑兵 就到友好关系的大友家投靠 大友宗林计划第二度对日向进攻 以夺回日向大明伊东伊佑的领土为借口 发动圣战 协助伊东家再兴 但实际上大友宗林的真正目的 是要向日向构筑天主教的理想国 基督的王国 而且大友宗林的孙子大友能成 居然看上了伊东佑兵的夫人松寿殿 所以就密谋杀死伊东伊佑和伊东佑兵 幸亏有人暗中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伊东伊佑 伊佑知道在大友家的封后是混不下去了 于是在家臣和阿喜多夫人的帮助下 偷买了一艘小船 带着亲族二十多人 逃离了封后前往四国 而这个时候大友家的内部 因为大友宗林对基督教狂热的倾倒 也引发他与信仰不同的家臣团之间产生了不协和 大友家的重臣立花倒雪 认为和岛金家开战的时机尚早 所以强烈的反对 此时大友军因为大友宗林对基督教的狂热 被基督教教义不可杀生所苦恼 他的武将也战役低落 这种问题是有发生 核转前夕的大友家的军事会议中 田北镇州是主张与岛金家开战的主战派 田园少人则认为应与岛金军和睦交涉的主和派 田园少人因为不服岛金军的挑衅 认为大友军和岛金军终须一战 例如出兵日向 田园少人最后也被说服支持出征 大友军的军师脚位失踪反对出阵 但决策是开战 所以这位军师已经报了死之觉悟 将自身写的兵法书全部烧掉 李慷慨赴死的态度出阵 就这样大友宗林大友一统父子俩 决定讨伐岛金市 率领四万五千人的大军 远征日向 大友宗林本人亲自担任总大将 他们是乘船南进 据说大友宗林在船帆上 画着金边装饰的大红色的十字架 就好像十字军东征一样 而他从陆路向南方进发的军队 也立着十字架的旗移动 而得到大友军南下的通知 岛金家也紧急的聚集了部队 准备迎战 就这样一场大战 一触即发 这就是在九州争霸史上 著名的尔川之战 关于这场核战的具体进行情况 我们下一集再给大家继续讲 感谢观看